日本天皇得人原定在上个月的继位游行 祝贺欲猎之仪 因为台风改期之后 今天正式上演了 那天皇得人还有皇后雅子 在日本时间下午三点 出发参与巡游 接受民众的祝福 虽然游行下午才会正式的开始 但是一大早 皇居周边就已经有很多的民众排队 满心期待 要一睹天皇得人 还有皇后雅子的风采 日本今天举行天皇登基仪式 天皇得人和皇后雅子 将在我国时间下午两点 出发参与巡游 接受民众的祝福 虽然游行定在下午才开始 但是日本子民已经迫不及待 想一睹天皇得人和皇后雅子的风采 从早上七点开始 可以看到皇居宫殿外 已经排起长长的人龙 严寒天气 交不惜日本民众想祝福天皇和皇后的心情 歴史的な瞬間を自分の目でも見たいと思った時に やっぱり前でよりいいところで 両陛下の笑顔も拝見したいなと思ったので 待ちきれなくて夜から来ました 天皇得人和皇后雅子 将乘坐由日本丰田车厂 特别定造的皇家轿车 从皇居出发 沿路接受民众的祝福 游行车队共有46辆车 将行驶4.6公里 途径东京警示厅 国会议事堂正门等等 最后会抵达天皇和皇后居住的赤板寓所 日本警方高度戒备 动员超过2万名警员 維持秩序 值得一提的是 日本皇居广场前 昨天已举行庆祝 得人天皇继位的国民祭典 得人天皇和雅子皇后 昨晚在皇居二重桥附近 接受3万人的祝贺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也发表讲话 祝贺天皇陛下继位 NTV7综合报道 完蛋